從空派畫面可以看到房屋殘骸四散 看不出建築物原本的樣貌 美國中西部週末遭到至少50個龍捲風襲擊 災情最嚴重的肯塔基州梅菲爾德鎮 住宅區幾乎被移為平地 到正確的地方 但這個震雲 我們都沒有看過任何事情 甚至在電視上或在電視上 這很嚴重 我告訴你 房屋完全離開 裡面的人也完全離開 我們一種挑戰是 我們失去很多人 最多的房屋都不夠大 所以我們從各個地方都來幫助 談到災情難掩情緒 肯塔基州長貝希爾表示 雖然有接受到龍捲風預警 但龍捲風的數量跟規模實在太龐大 還是無法避免慘重災情 不過在龍捲風中倒塌的 梅菲爾德蠟燭工廠 原先被認為廠內110人 可能有多達70人喪生 貝希爾甚至說 能找到生還者形同奇蹟 現在傳出死傷沒有一開始 估計的那麼嚴重 大部分員工有及時逃到避難所避難 目前已找到並安置至少90人 是不幸中的大幸 目前肯塔基州已開放六處避難所 安置流離失所的民眾 美國總統拜登也已經下令提供聯邦協助 並表示將指示美國環保術 了解氣候變遷是否導致風災加劇 歡迎新聞劉美瑄綜合報導 從台灣視角觀察全球 掌握瞬息萬變的世界 我是何榮 每週三 週六 晚間九點 我在環雨全世界 2.0全新出發 帶給大家嶄新的國籍觀點 請鎖定環雨新聞台 有座標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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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